大家好 我是张欣 今天又要来跟大家分享一道快炒料理 叫做小炒芹菜馆 嘿 请大家注意哦 不是芹菜 而是芹菜馆 芹菜跟芹菜馆之间还是有一点点差异 虽然吃起来味道差不多 芹菜馆比芹菜粗 中间中空颜色比较深 而且它的芹菜味道会比芹菜要来得更浓厚一点点 虽然粗纤维很多 吃起来口感很棒 脆脆的不容易塞牙缝 它是台湾的一种原产的土芹菜 以前很少拿到市面上来卖 都是自己家里自己种自己吃 或到山上采来吃 可是这几年逐渐开始有商业的农产品出现了 大概是每年12月到2月的时候被推出在市场上面 因为它比较适合温度低的时候 才会做快速的生长 12月到2月的时候因为温度低 所以它长得又直又长 这样子卖相比较好 而且特别好吃 现在已经快到2月底了 食物股 所以我们今天赶紧分享这道菜 如果大家还想要吃一下的话 赶紧到市场上面去买 过了你就不容易买到啰 小草芹菜馆大概分成几个原材料 第一个 这个是我岳母种的芹菜馆 自己种的一定特别好吃 而且我怎么看都比市场上面买的漂亮很多 对不过老婆请问你一下 我们芹菜或芹菜馆吃的到底是植物的根 金还是叶啊 金啊 嘿嘿嘿 聪明啊 我问100个人 100个人都这么讲 但是我告诉你答案是 错的 其实我们吃的是它的叶饼 它金的部分其实只有在根上面一点点的地方 它岔开分岔之后 吃的就是它的叶饼了 这个小东西跟大家做个简单的分享 芹菜啊其实很早就传入中国了 它也是汉朝时候传进来的 也是张谦初始西域的时候 从西域带回来的 所以我一直在想 张谦初始西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他到底是为了敦亲慕邻打听情报 还是为了他想要吃遍全世界 我总觉得他应该也是一个美食家 因为我在不同的食材上面 常常会发现 这个张谦初始西域带回来 那个张谦初始西域带回来的 可能它的整个行李里面带的都是美食的各种种子 不管怎么样开开玩笑 它对中国的美食或现在的饮食文化 真的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 芹菜也是一种 所以古时候被称之为胡芹 胡人的胡 芹菜的芹 可是中国的文字上面 芹菜这个字其实很早期就出现了 在诗经上面就曾经提到过 这一个芹菜 而在吕氏春秋里面也提到过芹菜 吕氏春秋里面是这么说的 菜之美者云梦之秦 菜里面最美味的 就是长在云端梦境里面的芹菜 我想不对啊 汉朝的时候张谦才把它带回来 怎么春秋战国时候就已经吃过芹菜 还知道它是最好吃的菜呢 结果一查 哎呀 此秦非彼秦 古时候我们在诗经春秋上面里面 写的芹菜是水秦 水草的一种 而现在芹菜都是种在土里面 是属于汉芹两种芹菜 原来是不一样的 请大家不要弄混杂了 好嘞既然是快炒 咱们不多说 老婆那今天时间就有准备交给你咯 来做这一道小炒芹菜馆 哈喽大家好我是玉如姐 今天我们所有又要用到的食材都在这边 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芹菜馆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炒豆干 对我刚忘记讲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是蛋炸菜 什么是蛋炸菜给大家看一下 它其实有标明蛋炸菜丝 就是它的味道其实不会很咸 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洗一下 一定要洗 而且要浸泡10分钟以上 对但是你不要给它泡一两个小时 泡一两个小时它咸味都没了 其实就不好吃了 那我们先来处理这个芹菜馆 刚才讲了吗 因为这个芹菜馆它其实就是因为它很粗 其实我第一次啊 在市场看到芹菜馆的时候 以前只有芹菜 应该可能是五年前吧 我记得不会很久 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想天啊 这么老芹菜怎么会有人拿出来 这么大只哦 然后那个阿婆一直跟我讲说 你吃看看很好吃 他就说真的你一定要试试看 那我就觉得是吗 然后回来以后啊 我那时候还怕它太老 我还切很短 因为它纤维太粗 后来我才发现 吃的时候那个口感 我觉得哇 那时候真的让我很惊艳 从此以后 只要季节对了 在市场有看到芹菜馆 我就会尽量买 然后我把它买来炒那个客家小炒 这个是我妈妈自己种的嘛 可是芹菜跟芹菜馆这一类啊 反正我都不会切太长 就是你切差不多这样子的宽 长度 2公分多 对 这样就好了 因为你切太长 有时候啊 它也不是老 它就是纤维太长 它真的不好咬 好 我们这个就很快的 就把它切一切 芹菜真的有一个特殊的香气 这样切就闻到好香的味道 其实它那个香气是产自于 出自于它里面的油脂 而且那个油脂啊 可以降血压降血脂 对耶 我听说这个是最好的 就是降血压 就是你晚上没有睡好 昨天你就吃个芹菜 对 它是最好降血压的芹菜 所以那个味道越重啊 其实效果越好 这样子一盘就很满足了耶 再来我们再来注意豆干 豆干 我们已经汆烫过了啊 已经汆烫过了 然后再来这个 我一般会把它片开来 因为我觉得它太厚了 我会把它片成这样 片成一半以后再切 切成湿 对 当然我不切也OK啦 都可以 那我自己习惯是这样 好 那我们这边就全部 不切不行啊 不切整块下去 不是啦 我说要不要中间 你要不要把它片开来 其实都可以 对 这边其实这个豆干也才花了20块 好 那我们切一下 好 现在我们三样食材都已经处理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上锅去炒咯 Go 锅子热了我们加一点油 这个油我加的比较多 因为我要先煸那个豆干 这个豆干我们就让它下来了 豆干把它煸一下 煸到它旁边 会变得黄黄的 而且它中间会起一些孔洞 这样子它吃起来就比较香一些 就开最大火 然后煸一下 你看 现在煸到这个上面这样子 而且你也没看到孔洞 对 也不用煸得太老 这样子我大概是煸了5分钟左右 那现在这个油太多了 把它稍微先出来 这些油不必要了 好 油一些 好 那我们就继续来炒咯 现在啦 我们在这个豆干里面 加一些酱油 让它有一点味道 因为酱油它还是有一个酱香的味道 把它炒到滚 滚了以后它的豆香味才会出来 其实这样子就感觉就很像肉 像肉丝 有那么一点香 有那么一点香 有没有闻到 这个豆香味 在这个时候 把这个大菜丝放进来 芹菜馆放进来 然后先转小火 现在我们很快速的 我们要来调味道了 刚才有一些酱油对不对 这上面我们再补一些盐 然后一些 这个是 一勺勺的 一点土味精 胡椒粉 好 因为我现在转最小火 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下面会烧焦 好 这调味其实真的蛮简单的 嗯 然后加一点点的水 一点点就好 好 开大火 好 这样我们就把它翻炒一下 把它炒到断生 这也是少做我们没加糖的料理 哦对 你要加糖也可以 但是这个其实就是素的了 这个没有蒜头 对 也没有肉 对 它就是素食的 这味道很香 对 因为芹菜本来就自在于很特殊的香气 所以我觉得其实不加辛香料也非常好吃 香味都在豆干里面了 对 然后这个如果再加肉丝啊 不要炸菜 其实它不定像客家小炒 有道理 然后再加蒜苗 然后再加一点那个什么鱿鱼 对 这个来炒一下炒断生就好了 好香好香 对 这芹菜只要炒到它断生就好了 好来 熄火 出锅 好香 对 对 这样子 这还可以很大一盘 好大盘 嗯 喜欢吃辣的人还可以加辣椒 哦 水 讚啊 百元上大菜 不到一百元 又来一大盘 好香哦 其实不讲的话 聞起来还真有点那么客家小炒的味道 其实没有肉炒起来一样很香啊 酱香 就是酱油的香气 酱香豆干香 然后还有淡淡的芹菜香 我给你尝一口 先分开尝 就是豆干 豆干 豆干炸的刚刚好 然后它把味道都吸在里面 就是有豆干加酱香味 好吃 芹菜馆我们吃个粗的 这才有馆的感觉 对 可以当吸管 很嫩 很嫩 嗯 芹菜味道其实 淡淡的没有那么重 其实我觉得芹菜馆吃起来 其实比芹菜还要 就相同的长度它反而比较嫩 嫩很多 清脆多汁它比较juicy 对 然后味道差不多 才看炸菜方道里面味道怎么样 嗯 更吹 我觉得应该要夹在一起吃 现在来跟它合并一下 这样就够味了 嗯 这三个东西炒在一起还是有道理 对 大菜比较咸 配在一起啊 我觉得相得益彰 真的不到一百块钱 能够做出这么大一盘 好吃的下酒便当菜 真的非常棒 招心漫谈 今天快到二月底了 嗯 如果有空 赶紧去市场上 买个芹菜馆 回来炒炒看吧 嗯 非常好吃 咱们明天见 拜拜